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窦英一番话触怒了窦太后 让窦太后对她怀恨在心 而窦英也嫌弃詹士的工作不能发挥才能 于是就找了借口辞官回乡了 不久之后 吴王与楚王起兵造反 在危急的情况下 汉景帝只好派窦英率兵平乱 平息叛乱后 窦英不仅得到重用 就连窦太后也对她刮目相看了 后来 窦英担任了太子的老师 但不久 景帝就废除了太子 窦英虽然极力劝阻景帝 但都不被采纳 窦英一气之下决定称并辞官 就算许多门客劝见窦英 她也不愿意再出来当官 过了一段时间 原本的丞相刘舍辞去了官职 窦太后想让窦英继任丞相的工作 窦太后多次向汉景帝建议 窦英这些年累下这么多功劳 也担任过太子的老师 不如就让他来担任丞相的工作吧 但是 汉景帝却不赞成 并且说道 窦英这个人过于自满 总是沾沾自喜 而且做事不谨慎 很难担任重要的官职 最后 汉景帝还是没有任用窦英 反而任用了其他大臣担任丞相 小朋友 听完真真自喜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源起 是窦英反对汉景帝 将皇位传给弟弟梁孝王 触怒窦太后 而窦英也借故此官返乡 过程中 窦英平定叛乱 而得到重用 担任太子的老师 却因为无法劝阻汉景帝废太子 再度辞官 故事的结果 窦太后想让窦英既认为成相 但汉景帝认为 窦英态度总是沾沾自喜 无法担任成相的重任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沾沾自喜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窦英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后 会选择词官迴乡吗 为什么 如果你是汉景帝 你会答应让窦英担任成相的工作吗 为什么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沾沾自喜 是显容自以为完美而得意的样子 主要是用在得意自满的表达上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沾沾自喜可以怎么使用吧 他那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样子 免不了又要自我吹嘘一番 我们不能因为有一点进步就沾沾自喜 反而应该更加努力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与沾沾自喜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自明得意 洋洋自得 相反的成语有 自清自贱 垂头丧气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